桌遊研究社 疑難沙徹來我這 我們今天來 鴨頭阿伯 好不像 他們的小鹿跟鴨子 鴨子 最後不鴨子 對 黑色大鴨子 是往不像嗎 對 跟范范姐都這樣搖頭晃 真的嗎 有嗎 為什麼你沒有去參加 對 我好像 年齡相仿 我好像有 有沒有看到黑色還是范范 范范大鴨 我好像有默默要報名 後來就默默就沒有記出那個 好開心 人家范范大鴨跟星光大道 是差多久 好像滿同時的 同年 差一年而已 同時的 後來我就去報名星光大道 那時候好像滿同時的 然後今天我們的組合就是 當年的赤岔風的 黑色會跟范范大鴨子 好 我們早期的節目 早期 今天觀眾應該是不知道 對 應該不知道 很好看的每天一定要收看 18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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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啊 真的假的 我每天晚上9點還是10點都會收看 對 70幾台 75 75 對 很方便 Channel V 你是看我們長大的嗎 我試過 因為我以前就是很愛看黑色一個 你喜歡哪個弟弟 弟弟嗎 對 太多了 帥的 弟弟我想像 對 男性好男性 弟弟那時候好像喜歡 熬犬 好 合理 合理 他出門了 合理 沒事 沒事 這麼糟糕 等一下 等一下 沒有兩個 這個 這個人也不行 還有我吧 沒有 我那時候 沒有 我那時候看了說 小路還沒有進來 對 像熬犬以前真的最帥 還有瓜瓜 瓜瓜也很帥 對 那時候有說 還在屁桌 那時候看阿美說 我跟妳就怎麼樣 妳知道嗎 應該參加黑社會 但想要錯了 我 我還真的有什麼黑社會 你有去過黑社會 我去他們的早期 有一個什麼 韓流舞蹈比賽 你是路人嗎 那時候 我是路人 然後我就頂了一個 因為我剛做完髮模 我想 妳跟他去髮模嗎 我又是髮模 然後就做那些瀏海 然後就三樣的比賽 我還得第一名 有獎金嗎 好 好像三千拍 好 節目偏窮啦 好 今天這一場 大家都是在演藝圈混滿久的 所以當然嘴巴一定都很厲害 今天我們要玩的是瞎掰王 規則就是 待會兒 每個人都會輪流上台 當這個想想 然後底下的五個人 只有一個人會抽到 老實人的身分 那在白天的時候 我們的彩幕會公開一個詞彙 晚上九秒的時間 只有老實人會知道 這個詞彙真正的意思 要花九秒的時間 把它背起來 那其他瞎掰人 就要盡情的瞎掰 白天的時候 講給我這個想想來相信好嗎 那我們有一些加減分 怎麼計算呢 好的 那等一下想想 就要從我們這五個人當中 猜出誰是老實人 那如果他猜到老實人的話呢 想想跟老實人 可以獲得兩分 各加一分 那如果想想猜到瞎掰人的話 瞎掰人可以得到一分 那每一個想想的桌上呢 都有一個公瞎毀的貼紙 那如果他貼到瞎掰人的話 想想可以獲得一分 那如果呢 這個貼紙貼到老實人的話呢 想想會倒扣三分 好的 那統計完 你很棒 對 對 對 你們以前要做那種斷頭的影響 對不對 你下一集可以做 你下一集可以做記錄老師 沒有什麼影響 你又口 又用嘴巴 對 因為身在風聲的 敬業 他都要做很棒 敬業的 所以最後統計最後三名要接受我們的 好酷 好厲害 天啊 好的 那今天的題目呢 是三選一 然後三選一是只能用一個類型去講 有重複到的就一定是瞎掰人了 好的 好的 財務請出題 第一題 培根大爆炸 類別三選一 軍事 酒 食物 請往一個方向去就好了 發牌 培根大爆炸 好難 你有沒有那麼難 煩死 太難了吧 好難 好的 請確認角色的身分 天黑一請閉眼 天亮請尊嚴 好 因為小鹿是真的是第一次來的 那我就偏偏要點他 什麼 一開始就給我這麼大的壓力 是呀 直接來 培根大爆炸 它其實是在講一個 軍事的一個 歷史事件 對 它其實是發生在德國 德國 你知道嗎 對 在德國 還老一百了 大概是在1879年的時候 1979年 然後那個時候呢 因為有一個軍官 他很喜歡吃培根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呢 他發生了這個 歷史事件的時候 他那個時候正在施培根 他很開心 享受了培根 對 然後在周圍 剛好那個時候 戰爭爆發 就是在行軍 在戰爭時期呢 剛好就是那個酒館 附近就發生了大轟炸 然後就只有 他一個人生還下來 所以歷史事件就稱為 他是非常一個傳奇的軍官 培根 Explosion 它是一個歷史 你也可以查到 比較容易 對 要吃飯 他在吃培根 然後旁邊大爆炸 旁邊大爆炸 對 他的同胞們都去了 那那個時候 什麼培根防護罩啊 培根又沒有死 對 但是因為他是 Only 他吃培根 活下來的那個人 所以他最喜歡吃培根 所以歷史就用他的這一個 喜歡吃的這個東西 去做麵 Injoy the bacon Bacon Explosion Injoy the bacon Wow! Bacon Explosion 1879的年份超假的 好 先keep it cool 很近欸 阿伯 好 講英文是因為有可信度比較高 對 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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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培根大爆的日文是 培根的 奧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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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真了 你確定嗎 奧基的 你確定 奧基 好 天啊 奧基的 好 食物 食物 它是一個熱量非常非常高的食物 然後它為什麼叫 培根大爆炸 就是它有很多的培根 加上辣味香腸 加上很多的肉 然後它就是一個 美式足球大小的 然後它的熱量高達就是 5000大卡 然後就是 因為它就塞了很多食物 然後又有很多的培根 然後所以就叫為培根大爆炸 就這麼簡單 它就是一個食物的一個種類 還OK啦 還OK OK 蹦蹦 補一個是 補一個是 賴 好 培根大爆炸跟培根完全沒有關係 它是一個軍事的戰術 然後這個戰術是 來自於俄羅斯的軍事戰術 然後這個戰術 它其實為什麼叫培根呢 原因是因為 他們在戰爭的時候 會挖很多條那種蠔溝 然後他們在蠔溝的側邊會藏炸彈 所以讓敵人引進來的時候 會直接在裡面爆炸 然後為什麼 會叫培根大爆炸 原因是因為他們後來發現 它那個蠔溝 所以這個東西就變成叫做 培根大爆炸 是滿有畫面的 滿厲害 超會白的 對 小白 你們猜就白了嗎 那到底有那麼笨嗎 你挖完路過去被炸死 有那麼笨嗎 但是滿有畫面的 我完全可以想像到那個什麼培根 然後呢 OK 好 台希 好 它其實是一個酒 我幫你做笑吧 你覺得啦 現在浩米隊了 你都笑喔 我幫你聽到 恐派的那個聲音 因為呢 是在 它沒有講什麼時候啦 就是酒剛開始出來調酒這個時候 然後大家發現說培根 就是調酒剛盛醒的時候 大家發現其實培根跟酒 它是 所以後面就有 現在很多條酒都會有這種煙霧的 打開會有培根味 然後就是發現這個之後呢 就造成有一年的 所以這個現象就叫培根大爆炸 就在形容說 一個東西如果短缺就叫培根大爆炸 那是從酒延伸出來的 喔 妳家 妳還不猜 我不猜 妳還不猜 開酒吧的老闆 這方向想合理啊 有點 因為我覺得 酒吧需要培根 然後培根短缺有點太 我想一下 丫頭 好 培根大爆炸就是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食物的名字 如果你去美國有去過美食餐廳 它就有一道菜就叫 培根本 這個就是一個 培根本 好強 妳要走 培根本 真的 如果你有去美食餐 你是不是沒去過美國 沒有看你沒去過 真的喔 沒有去過藥 對啊 所以我都有吃過培根大爆炸 培根本大爆炸 你這麼好笑 妳吃過 我吃過 然後它裡面就是 滿滿的培根 滿滿的培根 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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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相信 沾子集有 吃過培根本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最後一個 還把那麼小 我完蛋我分不出來 小鹿是 培根爆炸 假到不行 好像只能選小賴了 等一下 妳是美食足球大手 培根 五千大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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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鎖阿本跟Line Line 我選Line 好強喔 不是 我沒有畫面 真的 很強 真的很難耶 好難喔 妳再猜一個 那就阿本啦 五千大卡 確定 來 來 好了 培根大爆炸是一個食物 是一道美式足球大小的 特大號豬肉料理 以後切培根片 包裹辣味香腸和培根絞肉餡 以煙燻或烘烤而成 它被張貼上燒烤迷網站後 在網路上引起烘洞紅片 英美 英美 是一道熱量高達五千的 卡的創意燒烤料理 到底多不會念 超卡 你要再卡 沒有 這也太難相信 超卡的一個吃 超卡 對啊 OK 好的 這一題是阿本人想想 彩幕請出題 什麼都是這種 又是濕的 好難喔 炸雞聯盟 好難喔 這是聯盟 炸雞聯盟 炸雞聯盟 哇 好 我覺得如果這次又是講食物的 我覺得應該就是假的 因為應該不會連兩筆都是食物 萬一它真的是食物 對啊 那我就點爆你們 硬要賭氣 好 請請我們來確認角色身分 天黑請閉 天亮請尊眼 我還看誰的臉對心虛 小鹿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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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臉心虛的臉 就你了 就你了 又我 好可憐 炸雞聯盟呢 他說的就是 在 2021年 2021年東京奧運 東京奧運的時候 東京奧運的時候 然後那個 拿到那個 成員 成員 韓國隊的成員 找那個 台灣跟日本一起自拍 他就是拿到前三名 金銀銅 金銀銅大家一起自拍 大家就 大家就笑說 這個是一個炸雞聯盟 因為有 台灣有 以前豬雞 韓國有 韓式炸雞 然後日本有這個 對 炸雞 好吃 怎麼 這太快 對 就是這樣 所以就組成一個炸雞聯盟 對 那是哪一個類別 算是體育 體育 對 體育 對 奧運 Olympics 好 那丫頭 好 炸雞聯盟是體育這個類別 因為大家有看貝克漢吧 有 你們有看貝克漢就知道 有喔 很感動耶 很感動對不對 因為他在英國這個歐洲盃的時候 他就是在炸雞聯盟裡面 蛤 對 他當時在那個英國的時候 第一個擔任的就是在炸雞聯盟裡面 然後當時他就是在這裡面之後 因為一直踢得很好 從他14歲開始就一直踢 之後他就被挖角到另外一個聯盟 所以他就離開了炸雞聯盟 所以炸雞聯盟 因為這樣就爆紅 因為他們有三十幾年 都沒有拿過冠軍了 所以炸雞聯盟 因為他拿了 三十年後的第一個冠軍 所以炸雞聯盟就爆紅了 這個貼紙已經吃下來了 沒有 那不是有看嗎 因為佩克好 全部看完 我全部有看完 看那個有看到 沒有 沒有印象有什麼 炸雞聯盟的部分 對啊 我知道他去了巴黎 前天還在那裡 我知道他去了美國 但是就是沒有任何一個 吃到炸雞的部分 可惡 我先把空間回天理正常 你先冷氣 我先考慮一下 這邊有更爛的 這邊有更爛的 好 小賴 我剛剛他是跟體育有關 然後他是足球的 然後炸雞聯盟的意思是 他把所有很會 就是 那為什麼會叫炸雞聯盟呢 因為 他們就是踢足球很像 在熱鍋上很會踢很會踢 就是腳很滑的意思 然後雞塊就是 他們覺得 所以那個叫炸雞聯盟的意思是 你的踢腳很滑 就是你很會進球 所以他把所有會踢的人 組成一個聯盟 但是這個只是一個 就是喜歡看體育的人 幫他們組成的 並沒有是正式的聯盟 對 官方看不到這個 對 就是 愛看扶手的人 把所有會踢的人 集結在一起的 如果沒有剛剛上一題 那個豪鉤的 我真的立刻就相信你了 好厲害喔 對啊 手上真的 很有畫面感耶 來 凱希 好 他是電競 我跟你講他是之前有個遊戲 叫星海爭霸 然後因為遊戲都會有聯盟嘛 然後其實 我跟你講這個故事很荒謬 我知道 講出來很荒謬 他其實就是一群人呢 他們很喜歡吃炸雞 然後因為這故事非常歷斯 就是他們就是一群 喜歡吃炸雞的同好 就說那我們一起組成一個聯盟 然後來比賽 結果就不小心獲得第一名 所以這個聯盟 在星海爭霸是非常有名 就叫炸雞聯盟 然後原因就是因為 他們就是一群很愛吃炸雞的同好 一起組成的 然後很勵志的一個故事 星海爭霸 哇 沒完耶 我只有玩庫洛魔法師 差太多了 有這一款嗎 有 最近剛做 我剛預訂了 好想買喔 怎麼辦啊 沒完星海爭霸 太Man了 然後韋靜 他是電競 他是經典手遊吃雞裡面 2013年在 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 帥氣 我的臉 越南胡志明市辦的亞洲盃 台灣成績最高的隊伍 炸雞聯盟 他們是亞軍 當年的第一名是韓國隊 然後這個炸雞聯盟的隊長 叫做 好帥耶 台灣第一次 你幹什麼 陳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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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凌走本名 2013年在胡志明市 張志豪 是有史以來台灣最好的成績 亞軍 怎麼好像是我前男友的名字 喂 張志豪 喂 豪哥 他心都太開了 喂 可以這樣怎麼開 張志豪 要許我 哪一個 張志豪 你都沒跟我講 對 分手之後就不理我了是不是 獎金要分 生什麼氣 先貼丫頭 天啊 張志豪 這很扯耶 不是 什麼裝置很扯 你是不是很喜歡越南 我沒有 我沒有 怎麼辦 我覺得現在 電競兩個我都覺得 因為我覺得炸雞真的很像電競的人 會取的名字跟做的事情這樣 所以我覺得縮小範圍到凱西跟偉晶 到底要選我之前的黑社會妹妹的好朋友 還是選我 對 他會以為應該 對 對 就裝置好 裝置好 裝置好 選我前男友 要講清楚 別選破口 凱西好了 走 走 好 好刺激 真的 真的 真的嗎 沒有選到前男友 選錯了嗎 怕你們玩過 可是我前男友劈腿 所以 不太相信 不太敢選 不要騙我 偉晶 好 你選看前男友 就你了 前男友 好啦 真的是啊 不是 不是 你被前男友騙你 不是 前男友沒想騙我 說完就又在騙我一次 這名奇妙 好啦 那我回到我初心 初心小賴 初心嗎 初心 厲害 好 完蛋了 完蛋了 有可能是 小意思 還是小鹿 小鹿你在心虛個什麼意思 炸雞 不要 我怕小鹿 這是你 真的不會猜你 對 妳很像家的 把2021年東京奧運男子團體 射箭比賽 韓國運動員邀請金銀銅的 南韓日本跟中華台北自拍 所以網友就把這個友好的畫面 變成為炸雞聯盟 韓式炸雞 唐陽雞跟鹹酥雞 網友真的很無聊 我都猜錯了 這個答案 我要講 好假 小鹿為什麼講那麼心虛 就是因為我在記 我在想說那個順序 然後突然就卡住就好像 我以為你在背 我以為你在掰 OK 想不到吧 還是可以加一分 好用 我還是可以加一分 對 因為你現在在瞎掰 紫琴扣1 凱希加1 凱希加1 對 紫琴扣1 紫琴扣1 這公相會的少女 好 那換我好了 好 那換我 這分多少題 妳是太衰 騙那個抗酷了 對 真的是 好的 小賴當場想彩幕請出題 好難喔 法備熱海帶 好難 好難喔 天啊 太難了 我被熱 法備熱彩蛋好難 法備熱彩蛋好難 好難喔 好難喔 好的 我幫妳拖一點時間 這集就是有藝術科學 超難的 超難的 好的 請確認角色身份 天黑請閉眼 天亮請尊眼 阿本 好 這個是網 不不不 科學科學講錯 不好意思 這個是科學的類型裡面的 然後這個是一個 美國研究出來的一個 光合作用的一個新的概念 所以它是把 Alpha射線跟Beta射線加起來之後 它會 剛剛他講說是 折射之後 會有一個很像 那種彩虹的光束 可是它的 折射碗的那個形狀 它是很微弱的 就那種很奈民 來看得到那種 可是是一個很像蛋型的 所以它們就叫法被熱彩蛋 然後這樣子的 它葉子光合作用 去產出更多的氧氣 所以他們用在太空的一個科技 還有用在未來 就是如果人類的資源 開始好奇的時候 就會需要這個 法被熱彩蛋的科學效應 阿法射線跟Beta射線都出來了 好 未進 好 法被熱彩蛋是一個網路 它是在講說 如果有一個事件發生了 然後在一陣子過後 發生另外一個事件 這兩個事件被網路上的網友們 或者鄉民們 拿來做彩蛋的比對 就是拿來做相呼應 就是發生這件事情 原來用B 原來B的這件事情 可以解釋到A 然後變成一個網路迷音的話 這個東西 這種方式的形容 叫做法被熱彩蛋 就是兩個不同的事件 兩個不同事件的發生 被做成 前後呼應 OK 我就像那個奧本海默跟巴比這樣 之類的 就是兩個不同事件 被拿來做迷音 好 凱希 好 法被熱彩蛋其實是網路 因為它前面那個法被熱 就是Faber的意思 就是光鮮的意思 然後它其實就在講說 有時候你使用那個數據機 你用的時候過熱的時候 對 所以它是要告訴大家說 你網路不能使用太久 因為你如果過熱的話 其實是 這怎麼開 超難的 好難喔 數據機煮蛋 滿盒子的 數據機 煮蛋滿厲害的 滿燙的啦 滿燙的 合理… 好可愛喔 好丫頭喔 好 法被熱彩蛋其實是一個 藝術品 因為英國的這個復活節很紅嘛 然後這個復活節 已經一千一百多年了 然後當時呢 他們其實每一年在復活節的時候 都要畫那個蛋 但是呢 在有一個藝術家 法比歐的時候呢 他做了一個 法比歐 法比歐 很帥 你們都做法比歐吧 法比歐 法比歐點什麼什麼 後面我剛剛沒背到 但就是 他前面名字是法比歐 然後當時呢 他是一個英國的藝術家 然後他當時做了一個 法比歐彩蛋 就是因為這個蛋下面有火爐 去燒它 所以他在畫的時候呢 那個蛋就會有這個光的折射 於是呢 那一年呢 他們就在那個 香港展出 然後就爆紅 所以後來呢 大家就用他的那個 法 變成法比歐彩蛋 這個名字是這樣誕生而來的 好像滿好的耶 小鹿 法比歐彩蛋是屬於 藝術領域的 是一個俄國的 著名的珠寶雕刻家 他叫做 皮... 皮特卡爾 皮... 皮特卡爾法比樂 他所創造的一個藝術品 他叫做 對 就是法比樂彩蛋 是一個非常著名 他在2002年 還曾經以這個 960萬美金高價售書 對 他這個厲害到這個 也出現在 名稱探柯南的裡面 的那個電影版裡面 他要去偷這個東西 厲害了吧 他好真喔 真的耶 你先貼我 你先貼我啊 對 我只會先確認一下 數據機 數據機 他都好真喔 他都好真喔 有煎蛋法 我也不知道是誰耶 煎蛋 我本來像是鴨頭耶 但是小鹿這個好像滿真的 好 小鹿 你很窮你 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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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男朋友很難 對啊 我等一下要選人家 你長完好了 實際不能說是 OK 好的 法備熱彩蛋是指俄國著名珠寶首飾工匠匹德卡爾法備熱所製成的彈型工藝品 2002年時一顆法備熱彩蛋以960萬美金的價格賣出 極獨特性的藝術價值也曾經出現在名珍蛋柯南電影版中世紀末的魔術師中 好的 來 加給你比啦 很難耶 對啊 好險喔 好險喔 很難 OK 鴨頭當想想 蔡牧請出題 好難喔 這個 安烈吧 安烈 菸裂 菸 菸 菸 天黑一起閉眼 天亮請鑽掩 我要弄 弄 先點你就先弄你啊 小鹿 小鹿 小鹿有第一題嗎 對 三題都第一個 老實人 你很幸運 鴛烈它其實是來自飲食領域的 然後是一個 日本著名的料理 這很冷門 對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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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實是一道牛肉料理 因為它特別取出就是 用牛在它還 雖然有點殘忍 但是在牛還生 還活著的時候 就是公牛 它要去把它的那個部位 去切除 對 就是太監牛 太監牛的肉質會特別鮮美 要把它醃掉的意思 對… 它的肉質會特別鮮美 然後去 他們習慣的是在 名古那邊 他們那邊是用生吃的方式 生牛肉製成的 所以它算是一種 很特殊的冷門料理 很少人知道 但肉質非常鮮美 你說它是吃那個下面 不是…是吃醃掉的牛的肉 對 太監牛的肉 太監牛的肉 好 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日本跟你講起來 好像很理所當然 好 換 好 它也是 我選的也是 飲食的那一種這樣 因為它上面寫的就是 飲食類別的 然後是原住民早期呢 他們在會拿槍獵殺那個鳥這樣 然後那個鳥死掉之後呢 他們會把它曬乾 但是它的那個鳥的種類呢 現在已經絕種了 然後那個時候呢 原住民… 所以它只有原住民語 就是菸獵就是 這個鳥的名稱 然後他們會曬乾吃它 可是現在已經絕種了 所以它沒有 正視自己的那個鳥類 禽類的名稱 它就只有原住民的那個名稱 叫菸獵 但它是以前早期 原住民的一個美食 阿貝你知道你剛剛一開始說什麼嗎 我說 我選食 這樣 沒有太緊張了啦 就是 就是飲食啦 就是飲食類 我超想選你 上面就是飲食 真的真的 我剛剛講錯了 你如果是老實人的話就是 你在弄我 真的真的 好 我先聽後面有沒有跟爛 真的真的 好 開心 好 我看到它是寫 它是有注印鞍的 然後它是在講說你 有時候你出家要歸醫的時候 會有實踐 然後實踐裡面就會講說 你不能喝酒 然後你不能怎麼樣 然後裡面有一項就是 你不能飲食的東西 就是這個鞍列 就是你要歸醫 它會前面會要你看過那個 算什麼 注意事項嗎 然後就會講到這個 鞍列就代表你 如果出家之後 你不能吃的東西 就是鞍列 但它沒有說不能吃什麼 會 裡面沒有寫 就是這個統稱叫鞍列 我唷 當我們都沒能夠出家 有一個事嗎 對啦 妳要不是假髮吧 假髮拿下來 其實它有 裡面還有戒發 你這個好難 好難不相信你喔 好 那我聽一下韋靜好 好 它是網路 它是一個日本在千禧年的流行用語 然後它的中音叫做鞍列 那時候台灣的網友 因為不知道這個字怎麼唸 所以就打成 就會變成那時候千禧年的流行用語 很常會打說 就是 後面衍生成 可是其實這個原油的頭是鞍列 是來自日本的 日本的字 好 我現在只能期待 小賴應該是真的了 小賴請說 它是食物 然後它呢 是叫煙烈 什麼鞍列 都已經跟你講到煙烈了 然後這個它是指 這個東西叫煙半熟的蛋 然後它其實就是歐姆蛋的意思 然後它源自於法國 那為什麼叫煙烈呢 因為這個歐姆蛋在香港 所以它是歐姆蛋 源自法國 可是在香港 歐姆蛋這道料理 在香港稱之為煙烈 所以它是 怎麼最後有一點 我很常去香港耶 那你一定沒有點過煙烈 掃在那邊貼你 我決定先 你會給阿本 我選的 你會後悔 真的 你再考慮一下 我剛剛真的是背太多 一下子前面講錯 你再考慮一下 你會被扣分 我貼完我再考慮 因為那個太順口了 我選的 我真的是一開始講錯而已 你等一下看你就後悔了 我還是想學小鹿耶 你不會一直戳到 好 就小鹿了 怎麼在說 我跟妳說貼錯了吧 你的臉 你真的有去香港嗎 我真的就是一開始 你真的有去香港嗎 真的貼錯了 錯不了 我選一個 小蕾 我真的沒去過香港 我真的 真的 他膽那一個不行 我為什麼玩什麼講 真的 真的 來 你念一下 醃裂 是煎熟的雞蛋 就這麼簡單 接貨可放的餡料卷起來 然後發源地是法國 其實就是歐姆蛋 香港成為醃裂 香港的朋友 對不起 我真的有想學 我也沒辦法再多補香聲 真的 雞霸光 好難喔 雞霸光 雞霸光很霸氣 雞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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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確認角色身分 天黑請閉眼 老實人請睜眼 天亮請睜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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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選的是 真的不 我選的是上面寫的是 上面寫的是 然後它就是超人力霸王 在第三代的動漫的最後 要打敗那個大魔頭的時候 它使出的 然後打敗它 就這樣 很真耶 鴨頭 極霸光是一個自然現象 因為大家都會去冰島看極光 可是這幾年大家發現 在挪威看極光更好 是因為呢 這個極霸光呢 是因為它在那個海邊 因為在那個挪威的海域呢 有一個特殊的那個自然現象 可以看到是 它除了有那個綠色光之外呢 在底下會呈現一個很像銀河的倒影 所以呢在這十年呢 非常多的遊客都會去挪威 為了就是要看 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極霸光 好奇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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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上的評分是幾百分 對 沒聽過耶 好 小賴 不過它是 然後這個絕招是 不好看喔 沒關係啊 我講的是對哪 就是它說到他魔王的時候 主角跟他合而為一 一起研發的這個招數 就是主角要在他身體裡面 他可以展現出這個極霸光 然後這個極霸光的威力 搭到可以摧毀整個星球 好奇妙喔 我要先貼你 我有看什麼是星矢 粉絲 你沒有看到這一篇 你沒有看到這一篇 不可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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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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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錯不是愛天使喔 我真的 是像道士星矢 不是愛天使傳說 主角有幾個人 主角有幾個人 我沒看啊 上面寫的啊 好 來 微鏡 好 它是魔法騎士裡面 山騎海 最後打敗黑暗女王凱撒琳 用的招式極霸光 她 打敗了暗黑女王凱撒琳 好煩 我想貼她喔 沒有 沒有 你貼成這樣 凱撒琳 我把人家鼻子貼了 沒有 我把人家鼻子貼了 沒有 我把人家鼻子貼了 我把人家鼻子貼了 我有看耶 雷拉絲 對啊 雷拉絲上去還有火風跟光啊 藍色那一個 對啊 藍色那一個 藍色 魔法騎士雷拉絲 是聖刀式星矢 他有幾大光 幾大光沒有 那為什麼不是光 光騎士區用 我哪知道啊 他寫的啊 貼過就不能換對不對 對 妳看太難了 怎麼辦 我覺得好像會死 你害死 你害死 剛剛有超人力霸王 然後聖刀式星矢 跟魔法什麼騎士 其實它是 也是動漫 是日本動漫叫鬼神童子 前鬼 我們有看鬼神童子 偉神童子 偉神童子 太年代了 講的不是那個年代 卡通好糗 你們一定沒看過的 我們講的不是那個年代卡 前鬼嗎 我們是想玩一個年代的 前鬼的招式 對 它是用這個 都沒有凱希都看 是用出了一個絕招 可以移平這個方圓樹裡的 這個絕招 擠把光 但同時也會 傷人 對 我太早貼了 沒有這個招數 前鬼 同聲吧 前鬼 你真的貼錯了 凱希 我先猜老實人 阿本 妳有看過嗎 妳怎麼沒看過 這也不是丫頭玩 但是他們三個其中一個 都超假的 不會是你吧 小賴 真的是我 愛黑女王開始要領域 因為剩座之心裡 是我很小的時候看的 好不然 妳那是看她愛天使傳說 自然現象 好 丫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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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直光語心 妳是看到愛天使傳說吧 我都有看 還是妳看到數碼寶貝 我都有看 我有喜歡看卡通 那聖章生演什麼 就是有盔甲 對 對啊 然後我一定忘記內容了 因為太小了 很久以前 不是小時候太久了 好 小賴 真的 怎麼會 好貼隊 好 這兩個 誰 誰 魔法騎士或是鬼神童子 魔法騎士 鬼神童子出來吧 牽鬼 鬼神童子還是 魔法騎士 錯 鬼神童子 怎麼是鬼神童子 怎麼是鬼神童子 小賴你這個人家在說話 很假 怎麼會是鬼神童子 有鬼神童子 我也忘記 我也不記得有這一招 鬼神童子主要角色 鬼神牽鬼的絕招之一 引用雷光之力向周 電光 電光 引用電光之力向周遭釋放 若使出全力可以將方圓 或閃光 樹林 樹林以為平靜 但同時會讓自己受傷 真的耶 怎麼會是鬼神童子 好假 我也忘記 真的耶 我也很看鬼神童子 我也忘記 你怎麼反駁我很像你是真的 沒有 牽鬼怎麼會有這招 對啊 他就抓抓抓抓就贏了 沒有 反正小路老師也很難 他抓抓抓抓抓就贏了 好難 最後一集囉 好 彩幕請出題 好累 天啊 為你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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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確認角色身分 來吧 來 天黑請閉眼 老實人請睜眼 9 8 7 6 5 4 3 2 1 老實人請閉眼 老實人請閉眼 天亮請睜眼 天亮請睜眼 氣喘的部分 我們先從 來一次啊 OK 威力氣喘它是一個奢侈品 然後它現在被放在北美藝術館裡面 然後這個威力氣喘呢 它是用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它上面沒有寫 為什麼要用威力氣喘這個詞 但是這個藝術品 它是用1比1的黃金下去打造當時威力氣喘的樣子 現在放在北美藝術館裡面做展覽 它是一個奢侈品 蠻像的喔 小賴講的真的蠻像的 OK OK 本哥 好 它是動畫類別 就是大家應該都有印象上面寫 就是米老鼠的第一支動畫 它就是在吹口燒開那個氣喘 然後那時候那台氣喘呢 就是那時候的比較知名的一種種類 然後就叫威力氣喘 只是大家都很知名 知道說那個黑白那個動畫 可是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那艘船就是威力氣喘 有點感覺 OK 那 丫頭丫頭 威力氣喘呢 生什麼氣啊 威力生氣 我想說這太簡單了吧 我想說我們五個應該都會講一樣的吧 因為威力氣喘呢 就是第一部的有聲動畫 就是 蜜老鼠 大家都記得 它就吹著那個口燒 開著那個 那一部動畫 就叫做 不是 超難的 超級 公然超級 我說的是動畫 說新招 他講的 他講 不是 你講的是 那一艘是威力氣喘 對 我講的是 是威力氣喘 因為它是第一部的有聲動畫 內部動畫才是威力氣喘 對 對 好 好 好 威力氣喘它是一個奢侈品 因為 家庭之下氣喘你就會覺得是很大 但它其實呢 是全世界最小的一個藝術品 它現在展在羅浮宮 那為什麼它會這麼珍貴 是因為它是用 全部用鑽石切割 組成一個很小很小 非常袖真形的氣喘 但是它總共要價要兩億元 因為它用很精密的技術 幣值是多少 兩億 兩億什麼元 台幣 上面是寫台幣 對 好 威靖 它是全世界第一艘 用風力發電的船 它是科技 然後是 但是這艘船呢 在兩年過後就 被禁止出航了 因為科學家研究發現呢 風力發電的船 其實在 所以就後面都沒有再用 風力發電的船出現 OK 好 那 但現在大家都沒有吧 大家都沒有貼紙 就你 風力發電有錯嗎 風力發電不行 兩年太危險了 來 不要去新竹 不行 OK 風力發電 老師呢 我可能會從小賴跟阿本 因為我覺得凱希跟子晴 都是抄襲前者的答案 對這種感覺 一個奢侈品跟動畫 威力氣喘 選擇我的團長 阿本 選我就對了 答 你會 你這個答案出來 你覺得我為什麼 需要抄襲她 有必要嗎 我輸給你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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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相信我直覺小賴 繼續 真的 你會 真的 我的天啊 他就是白皂 對啊 你就是我們兩個抄襲 對啊 我們來講 不管是看什麼 我們才是老實人 你再選一個 你再選一個 好可怕 你再選一個 你看看 凱希 真的 好可怕 你假冒的你 來 新竹的朋友 完了 不可能是新竹的朋友 好 子晶 好 你好怪殺 我啦 你還知道 你還知道 你是掰的嗎 我是瞎掰的 我是真的完全瞎掰的 我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你在講完 我傻眼 你傻眼 所以你講完之後 我就想說 我是不是掰到鄭姐了 我是完全瞎掰的 但是 的確我講的時候 我跟妳有落差 因為妳說那個是氣喘 我說我講的是 是動畫 所以那個是動畫名稱 我是瞎講那個喘的人 對 因為我可以看到動畫 就想到那個畫面 所以我們還是不一樣 威力氣喘就是 史上第一部有聲動畫 米老鼠 米奇出燈場所 邊吹著民謠口哨 邊駕駛氣喘的經典之作 這麼準 好厲害 你還全部不知道 好的 我們小鹿加1分 然後阿本加1分 阿本加1分 韋晉扣1分 OK OK 那我們最後三名出來了 就是我們的丫頭 韋晉跟凱希 有三名嗎 對啊 三名 三名 好酷 OK 敬懲罰 謝謝 好的 我們最後的懲罰 就是阿本 子晴跟凱希 我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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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想讓她走 她是聰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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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年紀大不需要退火好不好 好 這個超苦 這個超苦 真的 他們換的時候超苦 好濃稠的感覺 好苦喔 沒有 這一家是他們新發現的 有水嗎 好的 客人就社會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按讚訂閱鈴鐺 開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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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開了嗎